會想要成為毛毛怪 手毛腳毛都長長的 而且還在用除毛刀除毛嗎 還是去外面費用不敵的熱蠟除毛呢 現在在家裡就可以自己DIY除毛囉 而且省錢又省時 最主要的就是低疼痛感 我自己是一個超怕痛的人 相信我 我都可以了 你們也可以 不瞞大家說我的手毛腳毛都很長 以前學生時期還會被嘲笑說我還沒有進化完成 拜託我又不是三頂洞人 不過這一次我手毛腳毛比較少 而且比較短 所以這一次我就請我老公來做示範 走 那我們一起看實際的示範影片吧 現在這台是觸控式恆溫熱蠟機 名字叫永葉 它的整個面板是用觸控式的 而且常按的話 溫度鍵可以快速的往上增或往下減 而且它加熱速度非常快 還有安全保護裝置 如果沒有超過兩個小時 都沒有任何操作的話 它會自己自動關機喔 那它還有攝滑式的切換 所以可以根據你的不同的蠟 來做選擇適合的溫度來熔蠟喔 之後別忘記把蓋子蓋上 可以更快速的讓它加熱 這罐寶石星空蠟豆 它的特點就是延展性很高 它彈性高 抓毛力也非常厲害喔 它的乾硬的速度適中 而且它還有獨家保濕的成分 而且它是香水蠟豆 它非常適合使用在私密處 腋下還有手腳毛等等 還有粗硬毛 氣軟毛都可以適用喔 它總共有四款紫色粉色 藍色金色可以做選擇 它的溫蠟速度啊 真的要說非常的快 超強 這次就直接請老公來示範當作 Model囉 那等蠟完全融化通時呢 我們先用蠟前清潔液藍色這一罐 來清潔要除毛的部位的髒污 還有肌膚上的焊質和油脂 讓提升除毛的效果喔 因為用量真的非常省 只需要用一些些順著毛流擦 不要逆著毛流擦 這一點真的非常重要喔 這個步驟千萬不可以省略 攪拌確認 蠟都有沒有整個均勻 有沒有顆粒有沒有結塊 如果確定沒問題 就可以開始除毛的工作囉 記得在上熱蠟之前 在自己的手腕內測 測量一下溫度 之後呢 再直接塗抹 再除毛的部位 記得要拉緊肌膚 不要一次太貪心 用太大塊 記得塗蠟的時候 要順著毛流喔 等待熱蠟已經完全乾 用手套測試 不會有黏住的狀況 就可以直接撕除 記得要逆毛撕除 撕除後 立馬要用手蓋住 可以減緩疼痛喔 是不是整個除毛下來呢 看到哇塞 整片的毛濃密 很有成就感 超療癒的 沒關係 接下來呢 把整隻腳都除乾淨 而且啊 除毛之後呢 會讓肌膚變白 這是很正常的喔 它可以順便讓腳質整個代謝掉 記得記得 一定要小區塊小區塊 它也要讓肌膚整個繃緊 再塗上熱蠟喔 這樣子的效果才會是最好的 除完蠟之後呢 肌膚上面多少都會有殘蠟 沒關係 使用蠟後清潔油 還用紙巾沾取少許 擦拭再除完毛的部位 讓肌膚的殘蠟清除掉 而且還可以順便滋潤除毛後的肌膚 除毛後整個最後的保養就是 蠟後舒緩凝膠 這個很重要喔 擦上去之後呢 可以舒緩肌膚紅腫不適的狀況喔 第一次除毛 其實不管任何時候 只要是除毛過後 肌膚都會有點泛紅的狀況 是很正常的 大概約幾個小時 或者是隔天就可以恢復囉 是不是雙腿整個差很多呢 哇 超透亮又白嫩的纖細雙腿